在任期即将结束前夕 立法人蔡世英特别邀急交通部公路局局长陈文瑞 及相关单位到国会办公室了解 台62线延伸万里及金山的规划进度 希望这项解决基金公路每到假日必塞车的规划案 能早日完工启用 公路局方面则回应表示 可行性评估近期将会提到国发会进行审议核定 那世英对于这个案子非常的关心 也是持续在推动当中 因为对于基隆市来讲 每逢六日假日的时间 在安乐区的一带大规模的塞车 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所以推动六月快速道路延伸到万里金山 就成了一个解决的方案 那今天公路主任来告诉世英相关的进度 目前已经准备送国发会来核定当中 蔡世英在听完说明后 也向公路局方面提出两项建议 首先是注意相关路线规划 接近水值水源保护区 提醒公路局务必要绕开 减少对环境及水源的影响 让环境影响评估能够顺利通过 另外他也要求公路局要增设南下系统交流道 避免大量的车潮在七都马东系统变换路线 让交通更加顺畅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会接近水值水源保护区 所以请他们务必要绕开水值水源保护区 以及在环平的过程当中能够顺利获得通过 那第二个就是说从金山万里台六二 到达国山的部分的系统交流道 我会建议他要求增设南下系统交流道 让整个交通更加的顺畅 那目前这个案子国发会近期就会核定 核定完之后我们希望后续的西部计划综合规划 能够持续来推动 那是希望这条路早一点能够看到他附阻之间 公路局方面目前规划两种推动方式 第一种是优先路段 先推动马东系统到万里景美路 建构万里交流道 路线总长约4.9公里 道路踩双向四车道规划 总经费出估约240亿元 第二种则是全线路廊 直接推动由马东系统到金山万环道 路线总长12.1公里 道路踩双向四车道 总经费出估525亿元 记者张其辰 金融报道